光严二三是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随着这声下课铃声的响起 你是否回想起了你上学时代的那位老师呢 你是否还记得他的名字 是否还记得他留下的尊尊教诲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部美国剧情电影 《蒋台深处》 1979年 盐湖城 史戴希从高中退学 八年后 他成为庇护所学校的教师 负责教一至六年级的学生 所谓的庇护所 不过是流浪人群子女的临时收容所 那是一所没有名字 地址模糊 甚至开学两周都没有老师的学校 尽管如此 史戴希还是答应下来 因为他一直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 在退学后的八年时间里 史戴希通过努力重新考入大学 在丈夫隔离的支持下 他鼓起勇气来面试新工作 想要完成那个从儿时就立下的梦想 史戴希虽然没有教学经验 却有长达八年做母亲的经验 所以他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好 今夜注定是一个不免业 史戴希为即将到来的新工作兴奋不已 她事无巨细地检查自己的用品 搭配运烫好的衣服 擦拭干净的高跟鞋 还有跟随打字机逐字蹦出的教学计划 丈夫隔离为妻子送上新书架 好让他用来摆放学生们的卷子 这一刻史戴希感觉到满满的幸福 他开始憧憬当自己走入教室 听孩子们整齐话语地喊出那句 老师好 那种激动而又满足的心情 根据卡片上的地址 史戴希开车前往城郊铁路旁 那是在人们印象里的荒芜之地 不时有警察出现 学校在哪里 孩子们又在哪 史戴希入目可见 都是身披毛毯的流浪者 在脏兮兮的水沟旁 在点燃的火堆旁 三三两两地聚集着 混乱的环境与路线 让史戴希有些手足无措 几个女人抽着烟卷 对新老师评口论足 他们笃定 这又是一个坚持不了几天的老师 她看起来太年轻了 压不住孩子们 崭新的高跟鞋一脚陷入泥水里 周围传来各种打凉的目光 屋子里人们随处躺着坐着 史戴希想要询问教室在哪 自己的工作应该如何展开 和这里的负责人约翰尼很忙 没有人能够为他引路或交接工作 这里根本不像是一个学校 更像是一个废弃的仓库 没有整洁明亮的教室 没有起身迎接的学生 只有乱糟糟的环境 光线透过破碎肮脏的玻璃 投映进这间仓库 墙角整齐不一地摆着几本书 在这里 老师的威严荡然无存 想要维持秩序 需要警察的强制干预 唯一的好处是 这里是唯一一间 可以上锁的房间 用来防止里面的杂物 被人搬走换钱 前任老师心系 终于有人负责接受 让他可以逃离 这个地狱一般的学校 可得说出的每一条规矩 都让史黛西感觉到不可思议 这不是一所学校该有的规则 听起来更像是监狱里的制度 定时点名 定时放饭 给孩子们看电影 让他们安静下来 然后看好他们 不让他们离开这里 教学计划 不好意思 没人听得进去 教科书本 不好意思 暂时无人提供 史黛西看着外面玩耍的孩子们 成年人的陋旗 在他们身上展露无遗 他无法想象在自己到来前 这些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难道这里没有人想过孩子们的未来吗 史黛西还没有从成为老师的欣喜感中回神 就已经陷入了精神的疲惫中 孩子们不懂什么叫纪律 什么叫尊重 唯独新来的玛利亚 因为上过正规学校的原因 看起来格外乖巧懂事 与他形成对比的是一个叫丹尼的男孩 一个上课时戴着帽子抽着烟的男生 会在自己讲话时毫无规矩地顶撞 史黛西想要和孩子们互相认识 然而他还没有意识到 这里的世界与他的世界截然相反 没有雪人 所谓的雪人不过是泥土混成一坨的雪堆 没有度假 所谓的度假不过是偶尔去监狱探望亲人 没有家庭 所谓的家庭不过是车厢临时搭建的住所 更让人心疼的是 孩子们之间唯一可以攀比的 是哪家监狱的饭菜最好吃 史黛西的自我介绍还没有结束 就被轰鸣而过的火车声打断 看着不断摇晃掉落的灰尘 孩子们早就习以为常 唯有看到老鼠时会尖叫着慌乱起来 丈夫送上的书架在开雪第一天 就早早成为驱赶老鼠的利器 一天的课程结束后 约翰尼看见身心俱疲的史黛西 这种情况早已见怪不怪 每个新老师都是县城中来上课 然后陷入崩溃的自我怀疑中 好一般从这里飞奔着离开 唯一不同的是 只有每个老师坚持的时间长短 有的是三天 有的是五天 心理素质好一些的可能是两周时间 不过约翰尼发现 史黛西或许比他们要厉害一些 因为他看到老鼠不会尖叫 不会发脾气 所以孩子们很喜欢这个新来的老师 看着讲台上不知道谁留下的手链 史黛西不敢保证 自己明天是否会出现在这里 即使约翰尼希望明天还能看见他 可那个和自己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地方 能让自己的梦想扎根发芽吗 想到一天内接连不断的境况 史黛西委屈到忍不住哭出来 可他不能就这么放弃 不能让他的孩子们看到一个遇到困难 就想放弃的母亲 格里虽然心疼妻子 可他却没有宣说史黛西放弃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因为格里坚信妻子可以做到 史黛西想要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起码要争取到一些像样的桌子和书本 可负责这个学校的罗斯博士 一直处于无法联系的状态 史黛西只能一边安慰自己 一边自费为孩子们打音试卷 原先的教学计划全部作废 他现在需要了解不同孩子的学习程度 以方便给他们分班 他强迫自己去适应这里的环境 让自己努力再坚持一段时间 史黛西努力维持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教学环境 可家长们似乎并不在乎这里是否正在上课 一会儿推门而入给孩子送来衣服 一会儿强迫带走孩子帮自己干活 钥匙的秩序与老师的威严荡然无存 当史黛西追出去想和家长理论时 又做到家长恶狠狠的警告 看着孩子渴求的目光 武力感涌上心头 史黛西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护士帕特里夏好心告诫他 这里的人都有传染病 建议他做好厨师预防工作 脏乱的环境 不配合的家长 史黛西感到一阵疲惫 当他鼓足勇气回到教室 里面已经是一团混乱 孩子们将试卷扔的到处都是 没有一个人肯安静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如前任老师所言 这不是一场教育 他们只是这群青春期孩子的保姆 在丹尼的挑衅下 史黛西压抑的不满终于被释放 他第一次对一个孩子发起脾气 这不是史黛西想成为的老师 可他不知道 在这样脏乱差的环境下 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优秀的老师 史黛西决定找出一些电影 在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前 先用电视机让孩子们安静下来 这是史黛西第一次看到有家长在等候自己 丹尼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史黛西的严厉而生气 反而她希望史黛西可以帮助丹尼 那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自己却无力教导 这个母亲希望孩子以后能有一个平凡正常的人生 来自家长的认同让史黛西稍感欣慰 在出门接受预防针时 帕特里夏建议她先测一下自己是否怀孕 在等待结果时 史黛西意外收到丹尼的道歉 她所表达出的善意 让孩子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眼前这个老师似乎真的与其他老师不同 还没等史黛西稍感安慰 一时忘记锁门的她 就发现教室里的电视被人偷走 这里的人只是冷眼旁观 没人打算真的帮助她 也没有人告诉她谁是小偷 唯一肯告诉她的丹尼 也要她先保证不去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毕竟独善其身 保证自己不被赶出去 才是这里的生存法则 即使丹尼告诉史黛西真相 她也无法找回丢失的电视 短暂的惊恶后 史黛西无奈接受这个事实 既然没人关心这里的孩子 就让自己试着来保护他们 庇护所给自己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学会防范 庇护所也给自己一个大惊喜 史黛西怀孕了 夫妻俩为新到来的生命欣喜不已 新生命带来的希望 让史黛西更想为那些孩子 尽更大的努力 史黛西找到罗斯博士 表示自己会在预产期前离开学校 并且罗列出自己工作所需要的东西 可罗斯博士并不打算配合她 在她看来 给庇护所送的东西 无疑是给小偷创造更多的财富 面对罗斯博士给出的各种理由 史黛西深感疲倦 只能要求他们尽快找一个负责人 来帮助自己开展教学计划 这些管理者没人去过那座学校 没人关心那里的孩子 史黛西直到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孩子们的教学进度严重落后 因为所有人都把那当作一个任务 一项指标 一项完成不了就可以随时离开的指标 一种永远改变不了现状的麻木与敷衍 可理不希望妻子工作太累 如果可以 她愿意成为史黛西的情绪垃圾桶 帮她一起消化那些不好的负面情绪 在丈夫的支持与鼓励下 史黛西自掏腰包购置工具 贡献出自己的周末休息时间 打算独自改造出一间可以上课的教室 她的行动感染了一小部分人 玛利亚主动要求来帮忙 学生家长也担任其自己擅长的工作 甚至还为史黛西找来一位美术老师 一个随身携带呼吸器的老人 派克 原来在这个脏乱不堪的收容所里 大家都并非天生的失败者 只是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人生际遇 比如画的一首好画的派克 比如同样想要成为老师的玛利亚 在他们身上 史黛西重新看到了希望 当整齐干净的桌椅被拉来 当崭新干净的书本被送来 当看到周末还来到学校的史黛西 丹妮的母亲带领着其他家长 主动帮助起了这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因为只有她真心记挂着孩子们 因为只有她真心想改变孩子们 所以他们愿意相信史黛西 有能力带着自己的孩子走入正途 史黛西的教学计划终于启动 这所学校也有了第一个上课铃声 虽然那会吵醒清晨人们的好梦 可对于家长与孩子们来说 这代表着不一样的学校生活开始 他们乐于看到这种改变 当同学们看到干净明亮的新教室 都不由得发出真心的赞叹 这是他们从没见过的样子 丹妮经过道歉事件后 成为了史黛西的好帮手 她会帮忙为同学们发放早餐 即使这也是史黛西自费购买的 为的是让孩子们不饿着肚子上课 在清晨的阳光照应下 孩子们吃着早餐 听着老师制定下的规矩 没有强硬的命令口吻 没有搬出警察威胁他们 而是如同一阵春风 轻轻拂过每个人的心头 随着一个又一个代表美好的词语贴在墙上 史黛西了解到每个孩子的内心 他们都有着不一样的经历 在底层生活的挣扎中 受尽欺辱与白眼 所以选择在生活的苦难中 渐渐封闭自己 或敏感或嚣张或调皮或巧华 然而迥然不同的性格下 都有一颗柔软害怕受伤的心 但是现在史黛西老师告诉他们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有光明有善良 有美丽动听的音乐 所有人都可以倾听 派克成为了孩子们的美术老师 他用充满魔法的颜色 带孩子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孩子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 他们不再是那副 桀不驯的敏感模样 而是试着去接受 史黛西老师的好意 试着给老师送上一份祝福 丹尼更是从史黛西身上 感受到了母亲 所不能给予自己的东西 她想要得到更多的温柔 以至于在看到好友 也得到与自己同样的温柔时 心生促意忍不住动了手 孩子们间偶尔产生的小摩擦 并不值得史黛西揪住不放 只要他们学会相互道歉 学会帮助就好 在史黛西的感染下 庇护所学校呈现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 罗斯博士也终于招到了 合适的负责人沃伦 史黛西将孩子们的事情 讲给他听 想让他可以理解 那不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孩子 他们虽然叛逆 虽然出身不好 具有一颗如金子般 善良的内心 即使自己都吃不饱饭 也会将省下来的食物 送给史黛西 以缓解他孕吐带来的不适 而这群孩子的未来 就掌握在他们这群教育者的手中 史黛西希望可以得到沃伦的帮助 希望他可以到学校去看一看 而不是整日坐在办公室 处理无聊的文件 孩子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学校 原来学校里会有 自己没听过的故事 原来学校里 会有自己没见过的色彩 原来他们也可以 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 怀着感恩的心 孩子们将亲手做好的卡片 送给了自己的父亲 母亲 感谢你们将我带来这个世界 感谢你们没有放弃我的生命 孩子们发自内心的改变 让家长们看到了希望与未来 那藏在一副口袋里 厚厚一打的红色卡片 也让史黛西感受到了 孩子们没表达出的爱 沃伦来到了学校 看到了教室内外巨大的差异 也看到了史黛西在这里做出的改变 让他明白 并不是现状无法改变 而是之前的人们 都没有用心和权力去改变 他主动为孩子们 送来了新教材与课桌 史黛西激动地险些落泪 这些孩子们 终于有了真正的教室 散发着淡淡有末位的书本里 承载着他们全新的未来 派克婉拒了助教费 他自愿为这些孩子们服务 不需要任何金钱来感谢 比起自己拿到这笔额外收入 派克更希望将这笔钱 用到孩子们身上 一切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玛利亚的父亲 因为酗酒被赶出庇护所 随着父亲的离开 玛利亚也不得不一起跟着离开这里 即使她舍不得来之不易的学校 即使她舍不得温柔善良的老师 史黛西希望约翰尼 看在孩子的面上网开一面 可规矩就是规矩 约翰尼在这里服务了这么久 深知在这里 一旦你表露出一点仁慈之心 整个庇护所都会因此变得混乱 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住进来 一些破坏规矩的家伙必须被赶走 无奈史黛西只好寻找 玛利亚的父亲商量对策 可那个男人无处可去 也不知道如何安置女儿 史黛西不忍心看着孩子失学 主动提出暂时照顾玛利亚 直到玛利亚的父亲找到落脚点 那一刻 玛利亚的父亲忍不住哭泣 她一遍又一遍地交代着 请一定照顾好我的女儿 别让她被陌生人带走 她并非不爱自己的女儿 只是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才是对的 她不想让女儿 跟随自己走上街头 以后成为和自己一样的流浪者 可是她又能做些什么呢 史黛西将玛利亚带回了家中 面对餐桌上多出的孩子 史黛西的家人 表现出来的是善意与欢迎 让局促不安的玛利亚 暂时放松下来 只是隔离却有些不太赞成 史黛西如今的工作 说是公益事业也不为过 养家的压力全在隔离身上 如今他们即将迎来家庭新成员 如果玛利亚的父亲 就此将孩子甩给他们不管 到那时 夫妻俩承受的压力 远比现在要厉害 史黛西当然知道 丈夫的话是对的 虽然理智告诉她 应该送玛利亚去福利院 但是情感阻拦她 孩子会在那里被毁掉 好在隔离在听完妻子的话后 表示理解 史黛西无比感谢她 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没有丈夫 自己恐怕坚持不了这么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史黛西越来越离不开 这群可爱的孩子 就连日常身体检查 都是由帕特里夏来兼顾 学校里所有的事情 都由她来操心 史黛西不明白 为什么家长们 总以悲伞的童年为理由 不去好好照顾帮助他们的孩子 自己的童年也算不上幸福 父母总是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度过 随手扔出的东西被砸碎的玻璃 史黛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完成了小学的教育 也是在那个年头 让她立下了一生的梦想 一路坎坷走来 史黛西始终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理想与坚持 为了能让孩子们得到更多的教育与照顾 史黛西举办了开学来第一次家长会 那些平时浑浑噩噩的家长 因为看到孩子们的改变而主动出席 面对这个总是在道歉 总是在谅解的老师 家长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 他们答应会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 但您的母亲更是主动配合 愿意放弃下午的电视时间 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他们深知自己的人生已经一团糟乱 如今不能再成为孩子人生路上的绊脚石 有了家长们的配合 史黛西的工作变得轻松了一些 只是偶尔还有家长会在课堂上叫走孩子 那是辛迪 她有两个女儿都在这里上学 她不是第一次在课堂上叫走孩子 当史黛西打算找她聊聊时 却看到了这里的改变 大人们不再无所事事摊坐在沙发上 而是主动承担起这里的清洁卫生 帮助孩子批改家庭作业 就连辛迪 匆忙叫走女儿 也是为了让女儿帮自己填些简利 好让她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家长们的改变来源于孩子们的变化 而孩子们的心声来源于史黛西 庇护所里开始流行说上一句感谢 就连一向严肃的约翰尼也露出了笑容 辛迪面对史黛西总是充满敌意 可史黛西只是想帮助她十字 为了她的女儿们 一向不曾感受到善意的辛迪 在接触到那双温柔的目光后 还是卸下了自身的防备 接受了史黛西的好意 为了让孩子们在暑假不流落街头 史黛西决定开办暑期课程 格里也决定担任孩子们的体育老师 波伦送来了女儿学习用过的钢琴 和一个足以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政府决定为这些孩子们修建正规的学校 好让他们可以接受更好更全面的教育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庇护所里传来了优美动听的钢琴曲 和孩子们纯真的笑声 美术课 音乐课 体育课 从一无所有到逐渐走向正规 这里成了真正的学校 家长们也学会打理自己 来到草地为孩子们鼓掌加油 如此阳光灿烂的人生 才是孩子们原本该有的生活轨迹 玛丽亚的父亲再度归来 不再是最熏熏的模样 此刻的她才像是一个真正的父亲 在史黛西的劝说下 约翰尼决定再给玛丽亚父亲一个机会 这段时间的相处 史黛西的一双儿女 都喜欢上了玛丽亚这个大姐姐 孩子们依依不舍地送上临边礼物 期待着他们还能再次见面 在学校开放日到来之前 史黛西终于知道那串手链的来源 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最初的善意 开放日那天 孩子们迫不及待展示着自己的学习成果 在这里 史黛西看到了不一样的家长 幽默的 温和的 慈爱的 却唯独不见玛丽亚和她的父亲 史黛西挺着大肚子找遍了每一处 只找到了玛丽亚留下的一封信 她和父亲找到了新的去处 而和她一样将要离开的还有其他孩子 虽然他们舍不得 可这就是生活 所有人在你的生命中匆匆离去 听到史黛西因为生产即将离开的消息 丹尼沉默着离开教室 在她心里 是史黛西的出现改变了自己 在她心里 是史黛西改变了她的生活 史黛西犹如她的第二个母亲 让丹尼舍不得她离开 史黛西找到丹尼 承诺会一直关注着她 当她想要走弯路时 就要想想 老师在后面看着你呢 史黛西平安生下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是一位可爱的小姑娘 在她生产那天 庇护所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医院 送上自己的祝福 送上自己的关怀 丹尼更是拿出自己 儿时仅有的玩具 作为礼物送给了史黛西的孩子 而作为回报 史黛西给每个孩子都留下一封信 好让新来的老师 能够更好了解孩子们 即使不在庇护所 史黛西的心依然和孩子们紧密相连 重新回到祖母家的玛丽亚也打来电话 她告诉史黛西自己不会忘记她 也会记得自己内心的梦想 会朝着成为一个优秀老师而努力 史黛西带着孩子找到了沃伦 得知现在庇护所需要新的老师后 她又忍不住心动了 只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请看护照顾孩子 史黛西需要想出更好的办法 丹妮又戴上了自己的那顶帽子 孩子们始终惦记着史黛西 当看到她重新出现在教室门口那一刻 孩子们如同雀跃的小鸟去迎接她 这次 丹妮成为了史黛西的帮手 这次新来的孩子退去了不安与惶恐 在史黛西老师温柔的鼓励下 讲述着自己不一样的童年经历 史黛西怀抱着心声在优雅的钢琴声中 与孩子们共同张起代表希望的歌曲 虽然偶尔还有火车声轰眠而过 虽然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还是一段乱麻 可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起码从这里开始 亦然看到了美好与希望 讲台深处是一部于2011年上映的美国剧情电影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 1987年刚刚毕业出来找工作的史黛西 恰好遇上政府为无家可归儿童创立的教育项目 史黛西义无反顾投身其中 直到一年后 政府为孩子们修建新的学校 史黛西继续在那里任职长达八年时间 于1995年 被授予国家公共事业35岁以下优秀个人奖 从那以后 史黛西依然在为社区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他将自己的真心全部奉献给孩子们 用自己的努力与拼搏 为无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赢得不一样的人生 那种忘我的自我奉献精神 深深打动着每个人的柔软的内心 史黛西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儿时的一位老师 我记得他那头微卷的长发 我记得他手中的主感叫鞭 还有他因为常年版书而干裂的一双手 印象中他总是骑着破旧的自行车 第一个来到学校 在同学们到来之前写上今天的教学内容 那一根根短到无法握紧的粉皮头 零散地落在黑板下 讲台后 另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 那年我因为凑不起学费时 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 仔细数了半天后 郑重其事地交给了我 认真地摸了摸我的头说 学不能扑上 这钱算老是借你的 以后有出息了 记得还我就好 在那个精神与物资都不算充足的年代 寥寥两句 却足以温暖我半生 直到今日想起 我还是忍不住想要落泪 春禅到此四方进 大聚成灰 泪是干 那微微烛火中映照下的面容 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你看完这个电影后 是否也会想起你的老师 不如就在评论区和我们讲讲 你印象中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吧 或者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呢 期待你的回复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